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9日,星期四 金老师来了 我今天有点忙,所以把手头的工作全部做完之后 马上跑到书桌前 然后要给你们录制今天的故事会 心里是很想你们的 外面已经天马上要快黑了 你们不知道吃过晚饭了吗 我的爸爸妈妈今天做了手工的炸酱面 一会儿给你们读完故事之后 我就要吃一大碗炸酱面 我在想,虽然因为疫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待在家里 可是真的是要感谢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交流 西雅图的小朋友也可以听到金老师读书 金老师也可以跟所有的学生通过Zoom 来见面 所以非常感谢科技技术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 那我今天要给你们读的这本书 你们肯定知道 叫《棕色的熊》 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 可是你们知道这本书是谁翻译的吗 对了,这是咱们学校的李昆山老师翻译的 那么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马上进入读书环节吧 一会儿见 棕色的熊 你在看什么 我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在看我 红色的鸟 红色的鸟 你在看什么 我看见一只黄色的鸟在看我 黄色的鸟在看我 蓝色的鸟在看我 你在看什么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看一只白色的鸟在看我 白色的鸟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看一只白色的鸟在看我 一只黄色的鸟 一只黄色的鸟 一只黄色的鸭子 一匹蓝色的马 一只绿色的青蛙 一只紫色的猫 一只白色的狗 一只黑色的羊 一条金色的鱼 和一个老师在看我们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棕色的熊 棕色的熊 你在看什么 咱们明天再见 祝你睡个好觉 孟甜甜